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陈斌 我来自中国 我是在2014年来到英国 当初因为家乡有很多人来到英国 所以心里也很向往来到英国这个地方 想看一下 见识一下英国的文化呀各种 我刚刚来的时候是在伦敦 我大概在伦敦住了有十几年吧 十年多 十一年左右 我第一个孩子也是在伦敦出生的 去年2015年9月份的时候就帮到了尼泊 第二个孩子就在尼泊这边出生的 在这里已经住了一年多了 刚刚开始来这里是有一点不习惯 因为毕竟曾经在伦敦住了十几年 朋友都在伦敦 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没有认识一个人 然后还好 因为我是基督徒 在伦敦的时候有一个牧师 他们看了华香报里面有一些 就是关于英国各个教会的那些周康 然后那个牧师就帮我联系到了这里的法人中心 所以当我来到这里以后 就来到法人中心这边 接受他们很多的帮助 因为我是属于难民的身份 所以政府又帮我们分泊到这边来 我们也就只能顺从了 就一定要来这里居住 当时刚来英国的时候 就会在一些餐馆啊外卖啊 做一些临时工 然后过了几年以后 生了孩子啊什么的就没有上班了 就做家庭主妇了 很少吧 几乎都是都是找自己国家的 就是看到中国朋友 中国朋友的话 就会去跟他们打招呼 然后就认识 都是自己国家中国人啊 然后因为自己英语不是很好 所以也没有怎么跟英国本土人打交道了 就好像说有一些比较简单的 我们要去买东西啊 或者有一些在看GP啊 他们不提供翻译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会找我们这些 在英国认识的朋友来帮助我们去翻译啊 去帮我们去解决一些比较轻微的那些问题了 来到英国以后 每个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好吧 但是英国是真的比较文明的国家来的 不管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 不管是你错 是你自己本能错还是对方错 就算是不是对方的错 他们就算不小心撞到一下 他们也会很友善的跟你说对不起 而且不管乐不乐是他们找在街上 都会给你打招呼 say hello 很友善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这个跟中国的差别会比较大 或许也因为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了 也融入到他们的房间里面去了 时间久了 也好像成为这个英国国家的一份子了 所以给我的感觉比较大的变化就是 没有了曾经的那么 毕竟好像来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人 掺杂了很多不同国家地方的人 所以在有很多在礼貌上啊 都已经变得比较不好了 就比如坐火车坐巴士 如果是12年前的话 看到孕妇啊 或者人带着孩子啊 一般都会滥坐的 现在有很多 就是不是纯粹的英国国家的人 就已经好像忽略了 不会去滥味给你们了 觉得这一点事真的变得比较大了 所以说很好 来到这里lippool时候 有一个华人中心可以帮助我们 当我们需要医生啊 需要翻译啊 他们都会为我们安排 找这里的法人来帮助我们 替我们翻译 毕竟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有相同的文化背景 有可以怎么 而且言语又通白 就下一代的话呢 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在这里出生 所以我希望他们在这里成长 也得告诉我自己的孩子 就是我们在英国这个国家成长 真的不用忘记 就是一定要秉持他们的那种文明 既然在这里生活了 就要好好的为这个国家做贡献了 就一个有文明 有礼貌的青年 就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